当奇异博士来到光照会 突然一个盾牌飞来 没对 我不对 是卡特队长 没错 在这个宇宙里打下血清的并不是美队 而是卡特探员 他不仅拥有和美队一样的超能力 而且在和旺达交手的过程中 还突破极限学会了影分身之术 在我们熟知的漫威宇宙中 卡特是美队计划的缔造者之一 他发现了受弱的史蒂夫身上 勇敢和责任的可贵品质 于是史蒂夫成为了超级士兵的试验者 而在这个宇宙中 本该成为美国队长的史蒂夫 在读射血清前去发生了意外 九头蛇特工对实验时发动了袭击 史蒂夫还被特工打伤 关键时刻 卡特出现开箱击毙了国宫 这时断造炉的能量水平正在下降 如果再不进行实验 所有努力都将付诸功力 可受伤的史蒂夫根本无法进行实验 卡特见状没有丝毫犹豫 他直接脱掉上衣躺进了断造炉之中 随着霍华德拉下操纵感 全部血清慢慢注入卡特体内 一阵耀眼的能量过后 舱门缓缓打开 卡特已经成为了一名超级战士 可长官对此失望至极 他认为女人根本不适合前线战斗 无奈的卡特 只能把心动的不满发泄在沙带和铁饼上 另一边 红骷髅在一个挪威的小镇上 找到了宇宙魔方 并准备利用魔方的力量统治世界 在得知魔方的消息后 长官根本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极力反对卡特带队突袭的情况 一身本身无处施展的卡特只能借酒消愁 这时霍华德拿出了为其打造的战俘 一起震惊盾牌 当晚九头蛇的部队正准备转移魔方 突然卡特队长从天而降 看着驶来的车链 卡特一个箭步快速神奇 此时的卡特 犹如天上降魔主 真是人间太罪神 不消片和公租 就把运险队杀的人养马翻 卡特成功拿回了宇宙魔方 并让长官同意让他奔赴战场 而霍华德斯塔克则利用宇宙魔方 打造了钢铁战甲马和一号 随后为了救出巴基所在的107军团 卡特决定再次突击 并和史蒂夫提出了一支武的约定 卡特队长所向批评 骑着摩托就冲进了九头舍的基地 一脚将摩托车踹进了炮轮 轻松解决小兵之后 成功救出了被困的巴基在内的107军团 就在众人即将通出包围时 却不料遭到敌军坦克的拦截 就在这时 身穿钢铁战甲的史蒂夫从天而降 他轻松一巴掌就把坦克拍成了软 卡特剑撞也加入了战斗 两人一边聊着天 一边轻描淡写的清理战场 由了卡特队长和史蒂夫的加入 战争呈现出于编导的局势 而为了彻底铲除九头舌 卡特等人准备 对红骷髅所乘坐的火车发动了攻击 却不料遭遇了埋伏 伴随着剧烈的爆炸后 史蒂夫和魔方都不知所踪 在对佐拉博士一般逼问后 卡特带领小队野袭了红骷髅的老巢 在成功解决掉所有守卫后 众人兵分两队进入了城堡 此时的城堡内 红骷髅利用宇宙魔方 开启了一个巨大的传送阵 当卡特赶到时 象征着九头舌的怪物 已经从传送门伸出了出手 可首先被干掉的竟然是红骷髅 另一边的巴基等人 找到了史蒂夫和钢铁战甲 可由于没有宇宙魔方 史蒂夫只好通过发电机 进行战甲启动 得知了卡特在楼上后 史蒂夫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 为了阻止章鱼怪继续向外扩张 卡特队长和史蒂夫 与怪物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关键时刻 史蒂夫驾驶的钢铁战甲能源耗尽 最终史蒂夫只能看着 卡特和怪物一同进入一空间 等卡特队长再次出现时 已是70年后 而打开传送门的 则是神盾局局长尼克福瑞 美队的消失展开了全新的故事线 而卡特队长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我们下期继续